大家好,欢迎来到04长军科专题研习 我是Astor,陈以提,先和大家看看2月10日的试放 见到今天港股显著走弱 低开了64点后,恒指的关额在午后再加大,全日下跌最多466点 收败1,190点,跌了433点,跌了2.2% 整个星期来看,跌了470点,跌了2.2% 如果计算前的星期,其实是连跌了两个星期 一共下取1,498点,累错了6.6% 而国子方面,今天收败在7,126点 与此同时,跌了187点,跌幅2.6% 科指收败在4362点下跌209点,跌4.6% 但市场金额方面,1,198亿元 另外,如果看板块,会见到科技股份今天是一个领跌状态 主要是因为这个消息说 美国企业有可能会被规限向内地的科技发展提供资金 所以,科技股份集体下跌的过程中,可以留意一下微团 微团今天跌了5% 整个星期,累计下跌了1.4% 在类手股份当中是一个战底表现 另外,如果要看表现比较好的板块 今天会是一个本地银行股份和本地地产股 大致都向上 而生物科的类别股份是主要受压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我们专题研习的部分 好,马上进入到专题研习的部分 接下来要谈一只股份 近期都在寻找一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相关的股份 不知道这只对大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日常感 就想谈谈这个百姓中国 你应该有 我久不久见你买来吃 是的 K字头那间 是的,两大的品牌 就是一个 KFC Pizza Dude 还有KFC和Pizza客 我们现在可以说 两大业务 我们最大间公司都开了出来 会不会可以说其他品牌 但是其实也有点意外 对第四季的业绩原来也这么好 其实很久都没有看过百姓中国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神奇 我不是会看不同的大行报告 我大概看了三间都一致吹捧 说它的第四季表现好 又我看到第五间的时候 突然说它是其差无比 即是大家在看同一份 即是其差无比 是的,大家在看同一份数据 但是可以零剩有一间是说它是其差无比 亦都是很久都没有按过百姓中国的股份来看 一看那个图表或者那个股价 是 它竟然是挨近历史高位 有什么感兴 你看到一只中概股挨近历史高位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很厉害 它早几天才创了这个52周新构 一月尾的时候 很厉害 所以我们说一下这个 百姓中国近期的消息 或者它的业务展望 百姓中国的第四季同店销售 就按年下跌了百分之四 而其中 KFC 因为我们刚才说 主打两个品牌 都是KFC和Pizzarhut KFC的同店就跌了百分之三 Pizzarhut就跌了百分之八 但是与此同时 因为其实现在 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偏高的 而与此同时 也有成本下降 这些是利好的 就会令到他们的餐厅利用率 其实是有增长了2.9个百分点 相应地就会看到 大行都会上调金银两年的纯利预测 例如好像富税那样 就升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八 另外还有一些好的消息 就是因为包括我们觉得 疫情的缓和 包括可能大家会出街买回食物 其实我觉得本身 Pizzarhut和KFC算不算 会受到疫情影响 还是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外卖生意 其实我想大家想吃的时候 是怎样都会吃的 外卖的时候 其实一早都已经 尽住了所有各大的外送品牌 里面都一定会选得到KFC或Pizzarhut 总之可能门店会 买得比较好 这件事也是他们豪赌的豪赌股 什么叫豪赌的豪赌股 你知道吗? 在第四季 就是去年的环境之下 其实任何这些参与零售 出现一个下跌 其实都很合理 大家都面对同一个环境 但是他们是逆市 再进行一个狂张 不断开分店 就是逆市之间不断开分店 就是想再抢劲一点的市场占有率 令到原本的增长空间已经小了 即是有饱和状态 再进一步 要拿到尽位置 因为其实我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在过去这两年疫情 令到很多实体门店很难捱的时候 那些比较尖端一点的品牌 即是龙头一点的品牌 其实反而是在做一个扩张 因为他们想趁这个时间 去加化市场整合 在这种状况下 一般都是你才逼死小公司的 大公司有个底子在 反而可以趁这个时间 就扩张一下 似本商人是不是 不是我说的 所以就看回不同的大行 都暂时会预计 现在疫情的状况 可以令大家多些放心出街吃东西 所以KFC和Pissahut的同店增长 都应该会再继续升 预算在今年第四季的时候 同店销售的状况 这两间会恢复到 2019年第四季的时候的 九成八到百分百 我看到百分百就觉得很开心 九成八都很开心 不然百分百看起来是否更正 其实它有一个很强劲的优势 刚才也有关系的 就是外送方面的服务 截至上年底 他们回看业绩 他们的会员数目 就是app的会员数目 已经超过4亿了 有这么庞大的会员数量 而他们的订单 就是他们的order 或者是经app也好 外送方面的订单 其实已经占了他们收入 的九成那么多 当然也归功于 去年的环境影响 如果大家封城封区 你只能靠外买 平时占九成很正常 但是为什么成为一个优势呢 就是因为 其实通常这些会员制 带来的就是一个很高的 忠诚度的顾客的服务 还有如果它的黏性很强的话 再加上吹出会员化 另外有些数据各项的东西的话 如果他们想扩张竞争的 不是在2D方面去扩张 3D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给他们的会员的话 这方面可能也能够有一个优势 例如你觉得皮萨克和KFC 这类型的服务 可以怎样提供人外会员服务 可能不知道的 你始终有个会员制就很方便了 送葡萄吧 好吗 KFC送葡萄吧 我觉得很吸引 你都在自身的圈里 但如果你能够倚赖这4亿多的会员数目 可能你做些广告的潜力也很大了 但如果他们要出广告的话 一定只会出他们自己 KFC不会卖其他广告 那他当然不是在平台上 应该这么说 你在一个平台上 你没理由 一些没有冲突的品牌的广告 其实也有很多洞位 很奇怪 会员APP那里 这种公司如果这么说有点奇怪 但我说一下去年第四季的业绩 为什么会有些大伙认为他很强 因为大多数都是觉得他强 因为他们的复苏步伐非常令人鼓舞 其实期内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波新的疫情的反弹爆发 但Ethan是这样 他们的经调整顺利 是按年大众3.76倍 即是好像疫情 即是怎么说 保不住他们的发展 阻挡不了他们 疫情之下更加喜欢吃炸鸡 这是什么心态 我真的不知道 实现了他们的餐厅网点的扩张 与之同时 店铺投资回报率也是偏高 即是什么意思呢 三件事 第一 纯利非常重要 你的纯利可以大增到3.76倍 我觉得已经很难吃 与之同时他们说两个重点 一就是那个餐厅网点的扩张 即是你上线服务做得好 而另一个方面 稳定的店铺投资回报率 店铺讲得实体 即是线下做得好 线上线下都可以配合 好像很正 富税就说 其实去年第四季 百姓中国 都是面临着一个比较艰难的经营环境 但是公司仍然有这个盈利 同店销售 其实去年的第四季 已经回到疫情前水平的百姓了 而在新春期间 亦都看到同店销售的表现性的预期 基本上是令到大家对于 他今年之后的时间的表现 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点的展望 新年也会喜欢吃鸡 Depson 有一个庆祝的感觉 即是多人都会 一定要在一个农历新年的日子 去吃一些Italian food 还有他们的营销方面 即是KFC的营销方面 KFC营销是什么 在内地有一个叫做 风四文学的东西出现 怎么醒啊 疯狂星期四的意思 可能就是他们逢星期四 即是我们地狱星期五 我们的星期五 他们星期四可能有一个大一点的优惠 但是什么叫风四文学呢 他们原来 文学 Litrature 是的 每到星期四 他们明博那些会有很多 我们香港叫做潮民的东西 就是不断说 是关于KFC 是的 讲一些很夸张 很搞笑的故事 然后到最后是 无关事的 到最后结尾就是 可不可以给50元吃KFC 尾可能是这样 是民间自发搞出来的 应该就是营销的手段一部分 竟然这样的东西可以推得到 是的 但是原来很hit 竟然很hit 没错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喜欢潮民 潮民效益 是广泛受用的 这个可能都为他们 这个第四季的 这么厉害的营销 加了不少粉 在里面 好 所以总之在这个新春期间 还有这个星期四的表演 就令到大家对他今年前景展望很乐观 预期年内他们会继续开很多谱子 大概可以新增1100到1300家的门店 但是因为不排除新一波疫情再爆发的可能性 并且其实那个消费者的信心可以回复到多少的速度 多少的美资数 所以自己 自己的意思是百姓中国自己 不是我自己 百姓中国自己就说 这个业务复甦的趋向应该是非善性的 可能偶尔会回复得好一些 有时会平缓一些 我觉得这个算是带定一个头盔 就是某一个时期如果它平缓了的话 叫你不用担心 因为本来都是预计的 它是非善性的 另一个方面 麦格尼是一个偏悲观的预期 整体来说都偏悲 就是觉得它很差的 是 但是我就不说它什么很差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直接说 第四季他们觉得表现不好 就没有说为什么 但是你们可以听听这个定调的 他们就说虽然公司改善了成本机构 你知道这句的重点是什么吗? 虽然公司改善了成本结构 还有着力提升这个效率 但是市场对于重新开放 和一些经验杠杆的乐观程序 可能是最大的支撑的力度 的看好的作用 已经反映了在之前的走势里面 就是已经见了顶的意思 未必这样 其实应该这么说 它没有否定你第四季的好表现 但是觉得你见了顶 不是 它是首先否定了 然后另一方面也说它见顶 但是因为它否定那里没有什么很大的描述 它只是说觉得不好 所以我没有特别看 他们下调了这个百姓 2023和2024年的正利润预测 都是这么多家里面非常罕有的下调 其他都是上调 它的下调 而且其他买入跑赢大使 它是平级跑赢大使 这个平级跑赢大使 它是在看哪个大使呢 行之大使 哇 这也跑输啊 是否看好大使的意思 很难跑输啊 我们先放下墨鱼里 然后拿一拿野野村出来 野野村看好的 就说 百姓中国上每年复苏部的佛号 好啊 那说他们这个快餐店模式行之有效 嗯 我不知道怎样为之 一个公司的快餐店模式 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做快餐店的 是 就是快餐店行的快餐店模式 行之有效 可能他不计P-Sat那些做快餐 P-Sat不是快餐店 可能他不计 Italian Restro 就是正常普通餐厅 因为P-Sat又真的不是很快 又真的不快啊 他都要真的煮的 OK 另外他说他们公司积极做这个数码饭 和成本优化 这些营运行动都会有助未来的表现 可以带动公司的毛利率 有一个长远的增长趋势 也认为他们的复苏部份会快餓同行 所以给他们的评级 都是一个调性和中性 回去买入 我自己对KFC的期望 就是多一些不同口味的新鸡 我觉得最近好像真的少一些 和没有什么新鸡的感觉 我对KFC的期望就是 首先我觉得他可以多一些的餐 是可以配这个葡萄 因为对我来说 KFC不是炸鸡店 它是一间葡萄店 没错 它主要是葡萄店 是不是因为之前去不了澳门的代替品 我甚至觉得他们的葡萄店 可能很美味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 为什么很害怕 很害怕啊 神经病 这段片送给KFC的 真的 KFC会不会在我们这里下公 找你买葡萄 总之我觉得KFC的葡萄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两件事是可以改善的 一就是他们要做科技 我有个提议 就是他们自助给钱的位置 可不可以不需要另外多一次非会员 然后才可以按 你知不知道是这样 不知道 例如是麦当劳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因为如果我下去 我就会需要他们的员工贴助我 OK 就这么快 你自助买东西的那部机 如果你是麦当劳的话 它是你直接按完之后 在这个订单的位置 或者是扣物车的位置 按给钱的 你就可以直接结账 但是KFC是 你看到它可以给你选什么 Octoplus Card Credit Card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按进去它就会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首先再按到一个键 说你是非会员 你才可以给钱 那我就经常都卡在那个位置 我忘记我要按一次非会员 那还是你直接做会员呢 anyway 还有呢 还有这件事 我觉得KFC的饮品的加钱制度很奇怪 偶尔 这些是不是应该是 客户研书那里放进去 真的我的意思是 很不合理 好像开始跟业务那边 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时段 会出的餐里面 有些时间是热饮要加钱 有些餐是冻饮要加钱 我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策略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策略 但我个人觉得奇怪 他的高增长就是这个 就是加你的两元到你 不是 但是为什么有时是热饮要加钱 有时是冻饮要加钱 就是同一个时段 同一天 天气 同一天 那天的温度不同 不是 anyway 总之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KFC继续做你 好吃的葡萄 好 拜拜 好混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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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